好 再來我們來看 這恐怖的一個事情 沒有打方向燈 這太危險了 也讓自己因此賠上了性命 這是在澎湖一名 45歲的林姓男子 27號 騎機車要左轉 沒有打方向燈 當時巡邏員警看到了 就要上前攔查 結果這名林姓男子 因為不想被警察抓 於是就騎得更快 加速逃逸了 結果不小心就出了意外 自撞民宅外牆倒地 不治身亡 機車倒在路邊 車體零件四散 男子躺在馬路上 一動也不動 警銷人人趕緊上前 實施CPR搶救 地面上血跡斑斑 騎士口罩也沾滿鮮血 原來是騎士一頭 裝上住宅外牆 偏偏外牆上有裝飾鋼條 這一撞七根鋼條 都被撞到掉落凹陷 為何才剛發生車禍 警察就到現場 原來是45歲的林姓男子 凌晨三點多要左轉時 沒有打方向燈 正好巡邏遠景經過 準備上前提醒 並要求出示證件 沒想到男子拒絕受檢 還加速逃逸 是警察在追他 對 本來是來不及殺 就撞亡 男子宛如逃命一般 車速相當快 才會把鋼條都撞掉 今天轉彎撞到 他一直在這幾天 為了沒打方向燈 而喪命當地部分民眾質疑 警方是否執法過盪 不要再問他就不出了 對 他對他會怕 怕他會怕什麼事情不知道 行徑中有逆向行駛 然後車速過快 在過關的時候 不慎撞擊路邊的護欄跟車輛 林姓男子松一強救 仍不幸的宣告不治 承岸是否因為警方執法過盪 所導致地檢署已經介入偵辦 接著嚴育龍李宜傑彭湖報導 好 我們再來關心 颱風雖然朝日本去了 但是台灣最近的沿海海象 也是不太平靜的 像是在花蓮的石堤坪 還有在南濱都發生了 民眾去浮潛 結果遇到說風浪太大 游不回來拆點溺斃的意外 幸好救難人員都有及時砍到 才把民眾都救上岸 而且涼起溺水的民眾 送醫之後治療都沒有大礙 沒有生命危險 好 拉起來 拉起來 好 來 抓住 抓住 海面上浪潮汹湧 救護人員拿著浮標跳下水 朝著水中載服載沉的民眾游過去 後方的救護人員看準時機 大力將繩子往後拉 飛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將兩人拉上岸 場面相當驚險 逆水民眾原本在實體坪外海浮潛 沒想到被突然來的大浪侵襲受傷 又因為風浪過大游不回岸上 只能在海中央等待救援 所信救護人員到場後 順利將溺水民眾救上岸 送醫後沒有大礙 另一期溺水岸則發生在南濱 兩位民眾原本在海邊游泳 其中一位自己游回岸邊 另一位民眾疑似因為風浪過大 游不回岸上 救護人員到場後立即下水 將溺水民眾拉起 兩位民眾都僅有吸入性的嗆傷 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劉幾條張志然花蓮報導 我們剛剛都在討論說 這個腰不曉得要怎麼練 好 今天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是彰化 首次舉辦的全國健美比賽 地點是在鹿港的一所國小 只是說選手可以進入校園 家長就覺得不高興 為什麼他們不能進校園 健美先生賣力展現全身肌肉線條 最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有黑皮膚和曲線 讓台下掌聲如雷 彰化縣首度舉辦全國健美比賽 來自各地245位好手參加 加上評審和工作人員 逼近了300人群聚上線 而比賽地點就選在 國小校園裡引發爭議 前進啦 前進啊 對啦 現在很多人 他們有幾個百多三百多人 對 店主很不合理 民眾說為了防疫孩子住校園 家長不能陪同 也不能到學校成運 憑什麼健美比賽就可以 更擔心因此成為防疫破口 這次舉辦是在我們學校的外側 外側的是這個操場上面 有提出申請而且場地租建 而且還有附防疫計畫書 校方解釋 比賽場地是戶外操場 過程戴口罩 而且人數並未超過300人 教育處也介入調查 國小校園家長禁止入內 但健美比賽卻可以 這標準在哪裡 難怪會引發爭議 這次陳勝北徐文 彭鑫 張旺報導 還有泡溫泉也要戴口罩 但這樣你還泡得下去嗎 台中就有民眾投訴了 在谷關的溫泉會館 業者沒有管制人數也讓民眾脫口罩泡堂 溫泉池裡池外 泡堂民眾口罩戴緊緊會這麼乖 就是因為有官旅區的人員 在現場稽查 台中谷關這家溫泉會館 被民眾投訴 有泡堂的民眾沒戴口罩 業者沒管 人流也沒限制 60幾個人擠在60坪大的空間裡 根本沒有保持距離 經合稽查小組 將再次前往稽查 業者如未落實總量管制 控制人流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 財法新台幣6萬至30萬元划還 雖然現場沒查到違規 但官旅區近日也會針對各家業者 進行不定期的抽查 因為比較貼貼的 說那四五十歲 不信鞋那一種 他說我泡溫泉為什麼要戴 就撕掉了我為什麼要戴 那一切也不好 這個我們都碰到 依照規定泡溫泉因為頭部 沒有在水面以下 就是要戴口罩 但溫泉水低溫 一般就是35到38度之間 高溫則是39度到45度 戴口罩真的 有辦法嗎 會有一點點不太習慣 我剛剛戴的就一點不太習慣 我手的平坑 沾的還會比較難過 你說如果再換一個就好了 沒泡一桶的話 可能就要換一個 對啊出門都要戴兩三個以上 泡得滿頭大汗 還要戴口罩 就算到休息區休息 也是一樣實在好悶 也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泡膛意願 電量機站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好 再來看看 馬路上如果遇到這輛車 你到底該怎麼辦 絕對超車不過去 這是在泰山出現了 誇張的拖車 再者貨櫃屋行駛 進風時刻 道路上一輛貨櫃車 佔據了兩個車道 仔細看貨櫃竟然不是直放 而是橫放在拖板上的貨櫃屋 而這貨櫃屋些微之差 就要撞到左邊柱子 不但完全擋住後方轎車 就連機車也過不去 就怕貨櫃屋掃過來 大家能閃多遠就多遠 騎士無路可走 只能騎上人行道 還有一名單車騎士來不及躲 險些被貨櫃屋掃飛 場面現象緩身 其實滿危險的 等於說有點低頭 轉過去就對了 恐怖車輛怕怕燥 民眾看傻眼 直到紅燈才有機車抓緊時機 從人行道繞到前方 但半拖車繼續走 不但一路狂掃一旁路樹 還差點撞上紅綠燈驚險萬分 那這樣關度旁邊的很危險 這個車被開到吧 太危險了 太寬了啦 事發在新北市泰山區 26號傍晚5點多 這輛半拖車在 戶櫃屋行進文城路 一路開上新北大道 往回龍方向前進 但這一帶平時就車潮眾多 沿途又只有兩線道 戶櫃屋幾乎成了路壩 一度釀成交通打劫 引發民怨 按照法規大貨車裝載貨櫃 不得超出車身 而且警方調查 這輛車並沒有向公路局 申請臨時通行證 可處最高1萬8法環 畢竟這恐怖貨櫃上路 可不是開玩笑 一個不小心恐怕成為道路殺手 記者新聞像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有線路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